最近,禁绝舞台山的蓝杰英,被性侵事件闹得轰轰烈烈。 在风口浪尖上,第一个站出来为蓝杰英姻缘发声的,居然不是她的圈内好友,而是与蓝杰英毫无关系的时尚,女魔头,韩颖华。 蓝杰英与韩怡并没有什么交集,要硬说有什么关系,大概都是混过娱乐圈的女人吧。 蓝杰英曾凭借周星池电影《大话西游里的蜘蛛精》,春之三娘,一脚而为人熟知,是个让人惊艳的女演员。 而这么美的一个人,却遭到了这样的打击,带来的伤害完全是灭性的,韩颖也为蓝杰英打抱不平。 近日,韩颖就在社交平台上爆料,称那个人渣不止一次性亲女一人。 自己的学生也差点被侵害。 或许很多网友都在疑惑,韩颖华到底是谁? 为什么敢在风口浪尖上为蓝杰英说话,就不怕得罪娱乐圈的大佬们吗? 其实以韩颖的江湖地位还真不怕事。 他曾是美国福特摩特经纪公司,亚太地区的总裁,培养过无数个享誉国际的超模。 眼尖的网友会发现,韩颖华曾经在综艺节目女神的新衣上布过脸,当时还和范冰冰同台了,霸气的范爷在他身边也温和聊许多。 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老阿姨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韩颖虽然年纪大,但特别感对。 一下台就对了范冰冰,当时范爷在台上一口一个韩颖的教主,而节目之外韩颖华,却一点面子也不给。 一句,不认识,直接打脸范冰冰。 还是个林志玲的职业黑,曾经在节目上公开批评着林姐姐的腿不好看,要知道对于一个模特来说,最在意的应该就是身材了吧。 虽然韩颖很毒蛇,但翻开她的简历,就会知道她有毒蛇的资本。 中国第一代走出国门的超模吕燕,是她戴红的。 韩颖华曾经指导吕燕走台步,训练,可以说是她的恩师吧。 且之女神杜鹃也是韩颖华一手带出来的,而韩颖曾经把吕燕和杜鹃称作十几岁的小姑娘,还说那时候的她们特别单纯。 唯一的盼望也就是韩颖能带她们飞去巴黎看看外面的世界,言语间可以感觉到她们的熟人和牵绊。 对天对的对空气的韩颖华,似乎只对一个人比较温柔,她就是拥有freestyle的吴亦凡同学。 至于为什么凡凡独得恩宠? 据韩颖自己说是因为凡凡特别单纯,表领如一。 韩颖的微博几乎都是追星日常,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操心的阿易粉。 光是和吴亦凡相关的微博就有十几条,表白盛是美人的,夸爱斗运动有形的,为偶像作品打code,是个很称职的阿易粉了。 68岁的人们还和其他迷妹一起守候在场馆外,只为了看凡凡的演唱会,绝对是真爱了。 大家觉得韩颖的爆料是真的吗? 他对吴亦凡真的只是他。